听觉行走 文化改善 听世界 日子一天一天过得飞快 一转眼 时间来到了公元前二三八年 来到这一年 秦国这一架所向披靡的西部战车 由四股力量把控着 由王太后 赵姬 常信侯 烙矮 相国吕不韦 秦王嬴政 四个人分别赶着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根马鞭 各有各的方向 可以想象的是 这辆马车就要跑疯了 在四股势力当中 暂时是赵姬的权柄最大 也就相当于清朝的慈禧太后了 不过他也是最为难的一个 因为其他三股势力都和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比如吕不韦是情人 不好意思 是老情人 他的心情人是老矮 这也是一股心生势力 第三个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在赵姬盘算 他帮谁不帮谁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在外人来看 他想帮什么人 什么人就能得势 这就是至关重要的关键了 公元前二三八年 秦王嬴政就要加冕清政了 他能夺回权力吗 很难呢 就像后来的光绪皇帝 想从慈禧太后手里夺权一样 戊戌变法不是失败了吗 秦王嬴政想要夺权 这不可能是单枪匹马的 得有人帮他 通俗点说他需要有个班底 说的难听一点 这班底就是党羽 想要成功 这个班底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 到底选谁呢 秦王嬴政很聪明 他看到自己的势力暂时非常弱小 所以他很聪明的把吕布韦 拉到自己阵营里来了 吕布韦是曾经的当权派 也曾经是秦王嬴政最想做掉的人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赵姬和烙矮混在一块了 他们两股势力凑在一起 吕布韦的势力已经大大滑坡了 吕氏和烙氏经常发生冲突 秦王嬴政利用了这种心理状态 暂时和吕布韦联合 这样一来 力量就突然增强了 此外 他还得到朝中的大臣昌平君 昌文君的支持 这样一来 自己的腰板就硬多了 而且嬴政有个特点 那就是意志坚定 对自己的母后 以及母后的情人落矮 坚决不存任何幻想 斗志不容置疑 相反 赵姬对待自己亲生儿子 秦王嬴政的态度 倒是犹豫不定的 史记上曾说 赵姬和烙氏曾经密谋 想从两个人的孩子当中 找一个来代替秦王政 不过 当真刀真枪的 真的开始火拼的时候 赵姬没有动用自己的势力 来直接支持烙氏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赵姬在情人和儿子之间 一直没有明确的取舍决定 赵姬的态度一暧昧 烙矮的形势就很被动了 显而易见 如果赵姬继续无动于衷下去 秦王政很快就如期加冕了 加冕以后就意味着亲政开始 可以动用国家权力了 可以名正言顺的清洗朝中 烙矮的党语了 同时逐步巩固自己的班底 到最后全面掌握国家军政大权 到那时候 赵姬作为秦王嬴政的亲生老妈 那是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的 但烙矮呢 那就是完全两回事了 到时候 他就会成了被拔了毛的鸡 任凭宰割了 而且他思通太后 生下野种这事 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再加上胆大包天 经常说些耀武扬威 想夺取政权的胡话 这些都足以要了他的命了 烙矮是个很有权利欲的人 不管怎样 他有一百个理由 要把嬴政给做掉 否则自己一定没命了 他不能等了 不能做事召集犹豫不决了 必须单干 时间就选在秦王嬴政 二十二岁的家冠礼上 目的就是阻止他轻政 行事就是发动武装政变 这就叫斩首行动 可能您会问了 烙矮想造反 手头也要有武装才行啊 他的武装从哪来呢 烙矮这个人神通广大 自己权力地位急剧上升了 当然有大量的趋利富士的投靠者了 一大批的文官武将一看 哎呀 这个假太监这么有权威 干嘛不投他呢 所以这些墙头草成为他的班底 是很容易的事 有了这些人打底 朝中的大臣 还有地方上的一些干部 都可以被控制 然后通过他们 就可以调动一些军队 这些军队呢 未必是国家级的军队 而是县级的军队 称为县卒 这县卒吧 拿现在话来说 那属于地方武装 是非典型性的军队 战斗力不算太强 了不起算是地方保安团啊 相比于秦王营仲手中的 正规国家军 比如边防军 野战军 首都警卫部队之类的 这县卒啊 就显得太土了 落矮也知道 光凭县卒不能成大事 他也有洋气的 在咸阳城里 用于保卫王公的骑兵和部族 也跟他走了 这些部队和咸阳城的 守卫部队又不同 这些属于亲卫军了 就像下象棋 田字阁里的士 是在帅旁边贴身保护的 虽然这些人不一定多 战斗力未必很强 但关键是 他们所处的是要害 用于宫廷政变 那一个卫士 就可以顶一千个野战军呢 除此之外 参与咸阳叛乱的 还有一些大使馆的人 这些大使是荣敌部落派来的人 都是酋长 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 反叛的典型老例子了 内乱总要勾结些外印嘛 至少能有个退路 而这些一向与中原为敌的 荣敌部落 显然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这个时候正是四月的春天 咸阳头顶的天空很广 很阔 清新而且轻快着 伴随各县的叛军 在乡间大大小小的道路上 像蚂蚁一样 像首都咸阳汇集的时候 风在咸阳王宫的大树的烧头 轻轻地摇曳着 散发着清凉的春天的气息 一切都是那么的舒服 那么的凉爽 但很多人知道 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次 看到春天了 很多人都知道 一场暗流正在涌动 一场政变 已经不可避免了 三国道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道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 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 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505 加了以后 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